牛伯子 看来我们是冤枉你了 你还真是卖香火挣钱过日子的 我不多做解释了 反正 说什么都没有用 狼 蝙蝠 血狐狸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牛伯子 我不会永远都给你机会的 你想好了 说 还是不说 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一些情况 既然你们都知道了 那还问我干什么呀 牛伯子 抬起头来 牛伯子 你刚才说 我们之间进行的是一场政治斗争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可我想问你 你们的政治究竟是什么 难道就是破坏 暗杀 爆炸吗 如果这就是你们的政治 那我可以告诉你 这种政治 将是最无耻 最没有前途的政治 参与这种政治的人 必将是死路一条 牛伯子 我告诉你 我雷启明 是一个重信用 守承诺的人 只要你老实交代 配合我们的工作 政府一定可以宽大处理你 我不能就这样数数旧情 绝不能 我 我真的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吗 那要看你的表现了 我真的可以 信任你 完全可以 牛伯子 我们愿意给你这次机会 哦 妈妈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局长 来来来 事情现在有了新的进展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 之前所有的线索被切断的 又重新汇聚起来 根据这个牛脖子的交代 血狐狸是整个敌人这次行动计划 最关键的人物 牛脖子还交代 这个血狐狸也是中统的头号情报人员 由此可以断定 自杀刘刚 自杀冯一丰 包括指使陈刚杀江文轩 都是这个血狐狸 一手暗中操纵的 这个血狐狸 它没有姓名吗 根据牛脖子交代 它并不清楚 血狐狸的真实身份 只知道 它长期潜伏在国内 可是具体的藏身地点 并不清楚 包括这个人的身份 姓名 年龄 包括它的身世 都很神秘 而且 这个血狐狸 善于乔庄 身份多变 一定是 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 这个牛脖子 还交代了什么 他还交代 还有一个叫狼的特务 牛脖子 也不清楚 它的具体身份 姓名 他只知道 狼和血狐狸 要在十六号 在他那里接头 那个蝙蝠 现在还不知道 在什么地方 至于死亡骑士的含义 牛脖子 表示他也不知道 爸爸 你身后有特务 在深一点种方向 快 就在那 不确定吗 开枪啊 就在那 碰碰碰碰 打中了 我是换我特务吗 有 等等 让我看看 一点种方向有特务 快 快开枪 碰碰碰碰 打中了 对了 我有个新游戏 什么新游戏 咱们玩一个抓坏人的游戏 抓坏人 你演坏人 我演好人 不 你演坏人 我也好人 好好好 我演坏人 你演好人 好好好 你藏好了 好 我来喽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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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く 爸爸 爸爸你没事吧 爸爸 爸爸 爸爸你醒醒啊 爸爸你真坏 真坏 好了好了 接着玩接着玩 一点钟方向有特务 快快 碰碰 碰碰 爸爸 我不相信被打中了 好了好了 小田 说什么呢 多不吉利啊 这不是 跟孩子玩的吗 那也不行 以后不许说了 听见没有 是 首长 是 首长 爸爸 我要你举我 看看你这头汗 不举了啊 你这也有 我要举啊 好好好 举举举 一二三 举 齐鸣小心点 小心点 妈妈 爸爸没事的 齐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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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齐鸣你醒醒啊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齐鸣 爸爸 齐鸣 爸爸醒醒啊 齐鸣你醒醒啊 爸爸 你中的毒 跟柳刚的一样 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神经毒素 这不可能啊 玉玫 你是不是搞错了 没有 化验结果是我做的 结果 清清楚楚 你和柳刚 中的毒是一样的 那电台肯定是转移了 那它转移到哪儿去了呢 对不起啊 拿错杯子了 好 没事 刚泡的我被炸了 我想起来了 我可能那天 喝了柳刚杯子里的一口茶 幸亏只是一口计量小 你才能活下来 玉玫 你跟我说实话 我的生命有没有危险 暂时还不会有什么危险 但是这种病毒很特别 它会慢慢破坏你的脑神经 如果不尽快找到解药的话 毒性复发会一次比一次严重 知道 你全身器官 全部衰竭 就这么小小的一点毒蛟 这种毒素非常危险 现在全世界都没有针对 这种毒素的解药 所以启明 你现在必须住院 我来帮你治疗 我不能住院 我不能被关在这 我得想办法逃出 很房 transporting 我可以送你 让我们治疗 满重 我携晩 你是 保安 你 说 你 担心 我 共 有任务 我不能住院 启明 启明 你听我的 我是医生 我知道这种病毒 有多可怕 你不能错过 最佳治疗时机 玉妹啊 我知道我知道 你担心我 可你也替我想想 现在敌情十分地复杂 情势非常地严峻 玉妹 我相信你给我 配的药 不过 我还有任务在身 我就不住院了 不行 玉妹 你想怎么样啊 我 你知不知道 我现在根本 就不能躺下 启明 这次真的不行 你不知道 你现在有多危险 病毒会一步一步 催垮你的 你听我的行吗 这不可能 好 那我现在找你们局长 我让他给你放假 刘亦威 你 你想怎么样 好 我不想跟你吵 可是你要跟我保证 不能告诉任何人 更不能告诉局长 你是我棋子 知道吗 我告诉你 你要知道我现在的身份 我是这次行动的宗志会 我要对这次行动负责 我会出现 这次行动负责 我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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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我会出现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处长 什么事 牛脖子嚷嚷着要见您 你 请进 余大夫 雨眉 有事吗 我 我来取一下上次的花银单 等一下 真对不起 我应该给您送过去 没事 不要紧 刚才 罗道里是您爱人哪 吵架了 没什么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想让他休息几天 可他总说工作忙 我们俩就话不投机了 其实 我一句话说出来可能不中听 可是 的确是那么回事 事业性的男人哪 在某种程度上都有自虐倾向 不过不要紧 等他疲惫不堪的时候啊 他自然就会出来的 你就放心吧 其实我挺羡慕你爱人的 你看 还有人为他前肠挂肚 为他抹眼泪 我也经常加班 有时候也带病工作 怎么就没人为这事跟我吵架呢 你怎么不结婚啊 跟谁结婚啊 你是不是眼光太高了 我跟咱们副联主任说一声 在咱们医院给你找一个吧 别别别 这事啊 可不敢劳烦组织啊 我呢 大可不必 再说了 现在的姑娘啊 都喜欢像你爱人一样的共产党员 不喜欢我们这样的无党派人士 无党派人士怎么了 你可是政府专门从德国请回来的专家 是新中国的建设者 刘大夫 谢谢你 我真的谢谢你 在政治上 这样的肯定我 其实共产党啊 对我们这种无党派人士还是挺好的 我们经常 还有特殊待遇 直播 今天正邪啊 给我送来了两张音乐会的门票 是明天晚上七点半 再整下了一堂的钢琴演奏会 你去不去 我不是邀请你 我呀 是想让你啊 带小田去 他现在不是正在学钢琴吗 多听一听 对他有好处 给 谢谢啊 不客气 那 那我走了 好 再见 再见 谢谢 去龙藏宫街头的时候 嗯 你们最好 去龙藏宫街头的时候 嗯 你们最好 去龙藏宫街头的时候 嗯 去龙藏宫街头的时候 嗯 你们最好把我 你们最好把我也带上 你们最好把我也带上 因为我在那里 他们才会接头 你们才有可能抓到他 照你这么说 我们除了相信你 就别误选择了 该说的 该说的我都说了 听不听 有你们 好 那你们 怎么接头 我告诉你 一会儿你 准时出台 卖你的香火 哦 其实 他们不会来这么早的 你 你们再多睡会儿 也来得及 要不 我给二位 到外面 淘点水 烧点茶喝 啊 站住 牛伯子 别是花样 坐好了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就是街头的日子 一会儿去趟龙荡宫 你把周围的地形看一下 我 我再去看看牛脖子 同志 坐车吗 同志 您去哪儿啊 去烧行 上车 坐好了 请关注 您做好了 对不起啊 我不太舒服 能不能 哎呀 快点啊 哎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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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着啊 丢宝子 扶你一把 用不着了 处长 你有脖子这么狡猾 我看他有点靠不住啊 没关系 我们在暗处他在明处 我倒要看看他耍的什么花样 请煮香 拿好 谢谢 你看看 今天烧香可是个好日子 你看天气多好 来来来来 这个也给你 拿好的 拿好 请煮香 来来来 先生 您请哪柱啊 祝您行好运啊 这都挺好的 这柱是吧 给您 香火 请香啊 请香 请香啊 对不起啊 大哥 家里有点急事 不小心把香给碰掉了 没事 对不起 大哥 对不起啊 怎么了 怎么了 我 哥 咱们到那边玩去吧 好 感谢老天爷 给我们儿子留下了识别的标记 是啊 只可惜 不能告诉孩子 他真正的父亲是谁 真委屈你了 没事 只要你和孩子幸福 我就很高兴了 来 卫能 咱们往那边跑 走 好 来来来 快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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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安德烈老师 我给你写信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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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即交给雷处长 便告诉他 敌人的接头时间是十八号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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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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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记得了台记 应该是不会错的 我的儿子就是狼吗 他就是狼 现在该怎么办 怎么办 该怎么办呢 不行 明天我必须得看清楚 要是狼真的就是农儿 那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他落在共产党的手里 老天爷呀 看在这个人脉香火的份上 帮帮我吧 帮帮我吧 先生 没有可疑的迹象 牛宝子跟往常一样 天没擦黑就熟了 牛宝子 你们街头的时间 根本就不是今天 是十八号 最近 我心里 总有一种不安 怎么了 我总觉得张照林 最近说话古古怪怪的 你说 是不是我们俩孩子的事情 被他察觉了 不会吧 不行 为了孩子的安全 一定尽快把他送走 越远越好 只要我在 一定会保护孩子的安全 嗯 是 是十八号 长官 我愿意立功赎罪 长官 真的 真的长官 你相信我好吗 锦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先生啊 我都撒丫头了 你给我看看是不是个儿子 你看看 从挂项上看 还是个闺女 你这算错了 我可不给你钱啊 那也是闺女 你就不会说点吉利话吗 你是要我算命啊 还是说吉利话呀 晦气 晦气 走啊 哎呀 啊 好呀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